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有没有碰到身边的人或是自己 在婚姻的道路上感到疲累了 让今天8月13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婚姻的理想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 有些法利赛人来到耶稣跟前 试探他说 许不许人为了任何缘故 修自己的妻子 他回答说 你们没有念过 那创造者自起初 就造了他们一男一女 且说 为此 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 依附自己的妻子 两人成为一人成为一体的话吗 这样他们不是两个 而是一体了 为此 凡天主所结合的 人不可拆散 他们对他说 那么 为什么梅瑟还吩咐人下修书修期呢 耶稣对他们说 梅瑟为了你们的心应 才准许你们修期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如今我对你们说 无论谁修期 除非因为拼居而另娶一个 就是犯奸淫 凡娶被修的 也是犯奸淫 门徒对他说 人同妻子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 倒不如不娶得好 耶稣对他们说 这话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 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 才能领悟 因为有些淹人 从母胎生来就是这样 有些淹人是被人淹的 有些淹人却是为了天国 而自淹的 能领悟的 就领悟吧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使不使人为了任何缘故 修自己的妻子 法利塞人想和耶稣进行 在法律层面上的辩论 他们精通法律 知道在旧约内 同时可以找到支持 和不支持修期的论点 耶稣也是 但是 今天让我们留意到 当法利塞人 把问题停留在 许不许 耶稣的回答 却带领人们去想 好不好 耶稣要人们知道 当天主创造 一男一女 愿意他们因彼此相爱 离开自己的父母 和原生家庭 结成夫妻 两人成为一体 并成立新的家庭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计划 天主愿意透过这段婚姻 降福男女 他们的家庭 以及人类社会 这是天主原来的计划 也是对我们的婚姻 及家庭的计划 也许你还能回忆 你和你的老伴 彼此许下婚姻誓言的 那一刻 那时你们肯定 也相信这个理想 也愿意为这个理想 来奋斗 不是吗 但是 结婚以后 你们才发现 婚姻生活远比想象中 复杂又频繁 你们会遇到许多 没有想象到的事情和压力 也可能因为一点小事 闹得不可开交 久了 累了 可能也想放弃婚姻 对此 耶稣的回答是 梅色为了你们的心硬 才准许你们休期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耶稣提起起初 就是要我们回忆起初的理想 他提起心硬 就是要告诉我们 也许婚姻问题的转折点 是让硬了的心再次软化 也许这个过程 靠自己是无法做到的 我们需要温柔的陪伴 和细心的聆听 你愿意开放自己 在婚姻的道路上 被帮助吗 请品尝圣言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和天主一起回忆 在起初我们对婚姻的理想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你能用不判断的心 去聆听并扶持身边一段 需要被陪伴的婚姻吗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求你降福并眷顾 每一段婚姻 每一个家庭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为天下所有的婚姻祈祷 求主降福他们 幸福美满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